俄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莫斯科出席一场活动时指出 在西方发动的这场代理人战争当中 没有人关心乌克兰人的死活 乌克兰就是消耗品 这就是西方的真实态度 拉夫罗夫说 西方准备同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这句话已经变成惯常说法了 西方政客们在那里宣称 不允许俄罗斯赢 俄罗斯必须被打败 这些言论相当于承认了眼下这场冲突 已经不是俄乌之间的事了 而是西方世界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 俄总统西文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 俄罗斯遭遇的是一场混合战争 美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俄的敌对国家 对俄经济制裁 武装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 还向乌提供情报 这些都已经构成了战争行为